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习受益认怂 共军中将宋美三个大字 粉红纷纷崩溃哀嚎 两月内又传出95名法轮功学员遭冤判 平均年龄66岁 川普遭枪口瞄准 贺锦丽发声 刺杀川普嫌疑人是他 450米内试图狙杀 目击者派到他车牌 挺贺锦丽刺杀川普枪手 愿战死乌克兰 帮助每个中国人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 今天是9月16号 星期一 我们每天发布7到8个视频 在结尾 会介绍阿波罗网副频道今日内容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留言和传播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超越同温层 做出最佳选择 习受益认怂 共军中将宋美三个大字 粉红纷纷崩溃哀嚎 由中共主办的北京香山论坛9月12至14日 在北京召开会议 中共中将何雷特别赠送与会的前美国新生儿副部长 施灿德一幅书法作品 上面写着何维贵三个字 万万没想到 这三个字让中共国小粉红崩溃 纷纷哀嚎 解放军怕了 不敢打仗了 据中共中央中国日报报道 何雷表示 何维贵是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思想 中国的国防政策也包含何维贵的思想 不过 共军中将送的这三个字 让中共国网络的小粉红嫩集体崩溃 纷纷表示 千不该万不该 送来美国何维贵 这三个字 被看破手脚了 这不是视若知道了吗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表示 共军中将送什么 并不是他个人的选择 都是需要经过习近平这个军委主席批准的 是共军目前至少是表面上的对美态度 中共一向是战上风 就大刀阔斧推进 落下风就伪装表现和平友善 其实 此前美中战区指挥官首次通话 中共就已经明显耸了 10日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塞缪尔帕帕罗上将与中共南部战区司令吴亚南 进行视频通话 这是美中在印太地区的指挥官首次通话 这之前 美中两国军方因紧张局势 尤其是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 军事沟通渠道一度关闭 美国媒体报道说 双方讨论了区域安全 南海争端等问题 美方警告中共应遵守国际法 重新考虑其在南海等地的危险战术 美方指出 帕帕罗司令特别提及中共军队近期与美国盟友之间的几次不安全互动 并敦促中共遵守国际规范 以确保行动安全 帕帕罗强调沟通的重要性 认为高层对话有助于澄清意图 减少误解或误判的风险 王笃然分析 我们再看中共军方的态度 中共国防部对此次通话的表述较简短 仅称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共军方的这个表现 就是当时中共军方的对美策略已经起变化了 两月内又传出95名法轮功学员遭冤判 平均年龄66岁 2024年7月8月 明慧王统计 至少有95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 平均年龄为66岁 其中迫害最严重的省份包括山东省17人 吉林省15人 四川省11人和辽宁省6人 2024年上半年 已有至少44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涉及27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其中166名学员年龄超过60岁 其中 辽宁省锦州市张秀琴 现年60岁 因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受迫害 2024年1月 他被非法拘捕 并于5月10日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 勒索罚款1.2万元 现已被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 天津市62岁的齐志寅 自2017年以来多次遭受迫害 2024年2月 齐志寅在北京被绑架 并于7月被非法判刑9年 此前 他曾因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 而被迫流亡 山东80岁的李景花被判3年半 江苏88岁的陈仁林被判7年 并在狱中瘫痪 江西90岁的御方庄 曾遭监狱折磨 最终在2024年5月 结束冤刑 川普遭枪口瞄准 贺锦丽发声 7月13日 川普遇刺未遂两个月后 15日 他再次遭遇暗杀企图 美国联邦调查局 已经对这起针对川普的暗杀事件 展开调查 据美联社报道 事件发生在佛州棕榈滩 郡西棕榈滩的高尔夫球场 当时川普正在打球 特勤人员在球场前方巡逻时 发现一名持枪者试图将步枪枪口 推出围栏 特工随即开枪 然而 持枪者驾车逃离现场 佛州马丁郡警长史耐德表示 警方最终在95号洲际公路上 将其抓获 地点距离川普高尔夫球场约45英里 该男子被捕时十分冷静 没有表现出情绪波动 事发后 北行的95号洲际公路部分区域 被临时封闭 川普随后通过竞选团队 发布声明称 当我周围传来枪声时 我想在谣言失控前告诉大家 我很安全 一切都好 他补充道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 我永远不会投降 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团结 和平 让美国再次伟大 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已安全返回其私人住所海湖庄园 美国之音报道称 当时高尔夫球场部分区域已关闭 特勤局特工在川普前方几个洞巡事时 发现了持枪者 球场的某些位置 允许外界透过围栏 看到球场内的情况 特工和警察 通常乘坐高尔夫球车 和全地形车 守卫在川普打球区域的前后几个洞 同时 一辆装甲车也在场 以便在出现威胁时 迅速保护川普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执法 和情报分析员约翰米勒透露 执法部门查获了一个背包 一支AK-47步枪以及一台GoPro相机 这表明持枪者可能打算 用第一人称视角记录袭击 事发后 白宫表示 拜登总统和副总统哈里斯 均已获悉情况 并将持续关注调查进展 得知川普安全后 二人松了一口气 哈里斯随后发表声明 称对川普的安全感到欣慰 并强调美国绝不容许暴力 刺杀川普嫌疑人是他 450米内试图狙杀 有人立大功 CNN报道 事发时川普当地时间15日下午1时30分 在川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打高尔夫球 多家媒体报道 58岁鲁斯 涉嫌拿着装有瞄准器的AK-47步枪 并架好GoPro相机 试图暗杀川普 目前FBI正着手调查 这次暗杀未遂案 枪手仍未透露 犯案动机 FBI拒绝就嫌疑人身份发表评论 其他相关执法机构 也没有回应置评要求 棕榈滩郡警长布莱德夏表示 枪手被发现时 距离川普约400到500码 这名枪手当时藏身高球场边界 围离外的矮数丛中 特勤人员于当地时间下午 约1时30分与这名枪手交火 至少开了4枪 枪手后来丢下步枪 两个背包和其他物品 驾驶黑色日产汽车逃逸 警长表示 一名目击者看到枪手 对他的汽车和车牌拍照 挺哈里斯刺杀川普枪手 愿战死乌克兰 帮助每个中国人 纽约时报指出 枪手劳斯曾在2022年 公开表达愿为乌克兰作战的决心 声称自己愿意战死在乌克兰 并计划招募阿富汗士兵赴乌克兰参战 劳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每天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帮助人权 自由和民主 我会帮助每个中国人 此前 劳斯曾告诉纽约时报 他前往乌克兰 并尝试招募逃离塔利班的阿富汗士兵 为乌克兰作战 在与纽时分享一则某名美国外籍战士 对他说教的脸书简讯时 劳斯称对方真该被打死 另外 有报道称 劳斯曾于2002年 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 因设置障碍物 并携带全自动武器被逮捕 他在当时的一起事件中 把自己锁在一栋建筑内 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不明 美联社图片显示 劳斯位于夏威夷的住家 车辆后贴有支持拜登、贺锦丽的标示 今天阿波罗网副频道的内容是 一架飞机拖着四条黑带来到北京 外界开始惊呼 绍兴富豪跑得有点急 王岐山不能再撑伞党羽 大家都纷纷举起白旗 你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阿波罗网副频道 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 有副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副频道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也有主频道订阅 加入会员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